配合台中市低碳永续家园计划 北区的景平里长也邀请到台中科技大学的学生们 这一天在里内的低碳公园 一起来建构有机菜园 未来将会开放里民跟志工来镇养跟维护 而学生在过程当中不但是学习到农耕过程 更跟社区是更紧密的结合在一起 台中科大学生8到10人一组 从组装开始接着进行翻土和栽种 不少大学生都是初次体验 我们这个主要就是在社区里面有种一些植物 蔬菜然后就是算是有机的 因为平常比较少做这些相关方面的服务 然后所以今天有机会能做到这种服务 我觉得算是蛮值得纪念的吧 我觉得还不错啊可以清净大自然 配合台中市的低碳永续家园计划 里长江低碳公园的角落增设有机菜园 透过学校学习服务课程找来大学生帮忙 不但能学习到栽种过程 也能更进一步了解社区 这一块这个低碳公园刚好有这个闲置的空间 我们可以把它围起来 把学校就我自己带的学生财经系的学生 学校跟这个社区一起结合 那志工妈妈跟这些同学一起来把这个完成 那后续有志工妈妈再继续栽种 栽种出来的这些有机的蔬菜 我们就要送给社区的弱势家庭 紧一下那就起来 轻轻的拔不要 北区景坪里的低碳公园 拥有美丽的生态池和丰富多元的树种 平常就是许多居民散步休憩的好场所 现在增辟有机菜园 不但帮助社区内的弱势民众 也形成善的循环 记者张伟玲 台中采访报道